在疫情冲击之下 观光旅视业者受到严重打击 和去年同期相比业绩更是大不如前 没想到在这个监控的时刻 还有小偷瞄准民宿来下手 在花里市一间知名彩绘民宿 日前因为住客忘了锁门 到深夜两点多的时候 居然遭小偷光顾 把柜台里头36000元一次扫光 让原本就生意惨淡的民宿市雪上加霜 三季半夜窃前发现民宿大门没上锁 下手前还先戴上准备好的手套 才拉开大门钻进屋内搜刮财物 确定可以进来之前 还把手套戴好 然后压了一个帽T这样子 把它戴下来 然后口罩只剩下一个眼睛而已 然后进来 柜台我们那边是有锁的 可是因为那边钥匙很多支 然后它就真的一支一支试试 然后试出柜台的钥匙 然后它才有办法可以去打开 然后拿了钱财离开 花莲市复吉路上的一间彩绘民宿 15号凌晨遭小偷 窃贤趁着天色昏暗 在花莲大街上到处推门 结果发现民宿大门没上锁 马上溜进屋内翻箱导柜 最后从柜台抽屉里 拿走三万六千多元现金 民宿主人第二天发现遭窃报案 警方调业接任器后 找到这名窃贼 经调查发现一名男子戴手套帽子及口罩 隐匿身形前往该民宿内寻找钥匙得逞后 开启该民宿保险柜 窃取约三万元薰台币 本案经调阅监视器已掌握犯贤身份 正积极追查该嫌到案 警方指出犯案的窃贤就住在附近的另一间民宿 不过上门搜查发现 嫌疑人早已经退房离去 目前已经寻现通知该名男子到案说明 民宿主人很感叹疫情冲击下花莲旅游业大萧条 现在又碰上窃贼光顾 无疑又是雪上加霜 记者众好报道